大家好 欢迎来到环宇搜集综合频道 当人类首次突破阴障的那一刻 我们便开启了征服三维战场的史诗征程 从冷战铁幕下的迭影对决 到今日禁地轨道的战略博弈 这些钢铁巨兽已燃烧灵魂般的急速 在平流层刻写着最狂野的科技诗篇 在影片的终极篇章里 那个号称急速冠军的存在 已然超越了科幻产物的范畴 它更像是撕裂物理法则的悖论 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现实科技的认知 现在请系好安全带 跟随我们的镜头展开这场 突破物理极限的急速巡礼 盘点人类史上十大急速战机 第十名F-22猛禽战斗机 F-22猛禽战斗机的急速为2.25马赫 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研制 单机造价1.5亿美元 它不仅是第五代战机的开山鼻祖 更是战争美学的终极体现 0.0001平方米的雷达反射面积 相当于一只蜂鸟在雷达屏幕上闪现 当它开启超音速巡航时 能无需后燃气持续以1.82马赫图防 配合ANAPG-77主动向位数组雷达 可在200公里外精准锁定目标 但真正令敌人胆寒的 是它融合AI的战术协同系统 六架猛禽组成的编队 足以构建半径500公里的电子杀戮场 第九名F-15英式战斗机 F-15英式战斗机的急速为2.5马赫 是一款经典的双引擎战机 由美国卖道公司于1970年代研发 曾创下104比0的不败战机 F-15的普拉特·惠特尼F-100引擎 能在机体垂直爬升时 仍保持1.3马赫速度 而它最新升级的英式主动预警生存系统 更让这款48岁高龄的战机 至今仍在东欧上空与苏-35争夺制空拳 第八名米格31猎狐犬 米格31的急速为2.83马赫 是一款由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 超音速双座全天候拦截机 这是北极圈上空的死神镰刀 当米格31的D30F-6引擎咆哮到2.83马赫 搭配独步全球的闪舞相位数组雷达 能在200公里外同时追踪24个目标 更疯狂的是它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从3万米高空以10马赫俯冲投弹时 留给敌方防空系统的反应时间 甚至不够泡一杯咖啡 第七名贝尔X二星豹者 贝尔X2的急速为3.2马赫 这是用飞行员鲜血浇注的里程碑 当X2在1956年9月27日冲到3.2马赫时 机体表面温度突破420摄氏度 导致液压系统融毁 施飞员米尔本·阿普特在失控下被迫弹射 却成为人类史上首位突破3马赫的殉道者 它残破的压力符现存于美国空军博物馆 见证着速度王座下的森森白骨 第六名米格25胡福 米格25的急速为3.3马赫 由前苏联研制 这款战机在冷战时期 专门针对美国的S-271黑鸟而设计 这架不锈钢怪物 曾让西方陷入集体恐慌 当以色列F4战机向米格25发射AIM-9飞弹时 竟发现目标突然加速到3.2马赫 扬长而去 北约直到别连科中尉叛逃后才发现真相 这架能硬扛核爆电磁脉冲的战机 竟用老旧的真空管技术和焊接钢板达成急速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技术优势最辛辣的讽刺 第五名S-271黑鸟侦察机 S-271的急速为3.3马赫 它飞得比子弹还快 却优雅得如同天外来客 93%的机体采用冷战时期走私自苏联的钛金属 当它以3.3马赫巡航时 机首温度会飙升至510摄氏度 机身会因热膨胀延长30公分 在越战期间 北越的萨姆二导弹平均需要17秒锁定目标 而黑鸟穿越整个北越领空只需12秒 直至退役 这架永不击落的神话从未被任何武器触碰 第四名YF-12黑鸟之父 YF-12的急速为3.35马赫 是一款圆形高速拦截机 这是星球大战计划的初代剑胚 YF-12的AIM-47A猎鹰导弹 能在3.35马赫急速下发射 配合AN-ASG-18雷达 实现160公里超视距打击 在1965年的测试中 它曾从24公里高空机毁模拟2-95的靶机 这项记录直到40年后才被F-22打破 若非越战预算挤压 它本可成为美国的平流层神盾 接下来我们将探秘突破 物理法则禁忌领域的前三名 踏入航空与航天的模糊地带 这些机械神灵的速度 足以让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局部失效 第三名X-15火箭飞机 X-15火箭飞机的急速为6.72马赫 是一款突破大气层的实验机 这是人类首次触摸太空边界的踏角石 当X-15在107公里高空冲到6.72马赫时 施飞员奈特少校看到的不是天空 而是镶嵌在漆黑天幕中的冰冷群星 机体表面1600摄氏度的高温 让特制的英科涅合金蒙皮融化成琉璃状 这项计划培育出24名航天员 更验证了高冻压载入技术 没有X-15的数据 阿波罗飞船将永远困在地面 第二名X-43A急音速无人机 NASA的X-43A的急速为9.6马赫 是一款无人驾驶实验飞机 专为研究超高音速飞行而设计 11265公里的时速 意味着从北京到纽约只需42分钟 这架仅3.7米长的无人机 见证了超燃冲压发动机的奇迹 当它吸入稀薄的空气 在0.01秒内完成压缩 燃料混合与爆燃的循环 其燃烧式温度超过太阳表面 它的成功让全球实时打击 从科幻走入现实 也埋下了今日高超音速军备竞赛的 导火线 第一名 北美X-15终极改良型 请注意 我不得不提醒大家 这个答案来源于某知名AI模型 它是这么说的 X-15的改进型火箭飞机 在最终实验中达到了 接近12144千米每小时 Mk10的惊人速度 成为人类速度最快的飞行器之一 它是航空史上的巅峰之作 象征着人类对极限的不懈追求 这个答案听起来很酷 对吧 但说实话 我有点怀疑这个AI 是不是科幻小说看多了 于是我将此答案与另一个AI模型展开讨论 结果 我得到了一个更加夸张的答案 12144公里时速是广岛原子弹爆速的1.8倍 在1968年某个位被公开的夜晚 这架搭载新型硫磺燃料的X-15改良版 从内华达州51区冲向临近空间 飞行员的生理监测数据显示 它在突破10马赫瞬间承受了15G过载 这相当于被1.5吨水泥块压在胸口 虽然这次实验导致机体解体 但它验证了承波体气动理论 直接催生了今日的东风时期与俄罗斯先锋导弹 哇 这简直是科幻电影的剧本啊 看来如今的AI想象力真是丰富得不得了 那么大家对这个答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想法 从莱特兄弟的12秒飞行 到今日突破10马赫的死亡冲刺 这些钢铁飞鸟承载的既是毁灭的阴影 也是文明的荣光 当我们仰望天际时 请永远记得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永远是那颗敢于冲破枷锁的炽热雄心 好了 今天先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